各部会的加码优惠就要带您来看到是交通部观光局推出了千元国旅券呢 在今天一样也可以开始在平台登记抽签 预计一共会发放一百二十万份 未来出游跟团住宿泡堂都可以省下荷包 而同样是为了振兴旅宿悦者台北市政府呢 这回也编列了五千七百万的预算 要推住宿加码优惠 木站道上满满都是人 看看着望不到尽头的人容 不难感受民众想出游的心 为了持续振兴观光产业 交通部寄出一百二十万份国旅券 开放网络登记抽签 五倍券还是会领 但是如果出游那些的话就应该不会领 毕竟现在这种状况还是不太要出游 其实还是有点危险 不要动来动去吧 不要把病毒带来带去 疫情之下出游民众似乎有点兴趣缺缺 而这回比起先前安心旅游补助 命额虽然同样是一千元 但发放量大缩水 一百二十万份从十月十二号开始分四周抽签 使用期限从十一月开始为期半年 出游跟团住宿泡汤都能审核包 为了扣住民众在当地消费 台北市也推出加码优惠 编列五千七百万预算 也要推出住宿券 但看看去年成绩 安心旅游振兴计划 投入超过一点五亿元 目标吸引四万名旅客 重游率定在八成 但实际上却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点四 与目标值相差超过五成 台北外宿节寄出票券 吸引回头客 但半年过去剩余量还超过六成 执行成效一片惨淡 疫情后复苏地方政府计出加码 回馈抢食五倍犬商机 还得仔细盘算 才能避免烙的自害收场 解和人凯克宣台北采访报道